9點鐘我是游浩亭 一起來關心馬路上有些風險 包括是在新北市蘆洲 有洗衣機從天而降 幸好沒有砸到人 是砸破了周宇鵬 不過警方來看 違規事項這個部分可以罰 因為吊車沒有申請路權 可以開罰2400 吊車施工住戶探頭一看 簡直嚇壞了 因為一台洗衣機 半個機身錘在窗戶外 下一秒 碰得一聲 重重衰落 洗衣機機殼粉碎 另一個角度 當時接近中午12點 洗衣機突然從天而降 很大力耶 對啊 這個沒有人 有的那個汽車 摩托車過去的話就完蛋了 劇烈聲響 附近住戶全出來查看 而吊車工人則是趕緊善後 把衰爛的洗衣機搬離現場 運氣好 就砸到那個椅盆 這一盆 六樓 五樓 四樓 都破一個撞槍 真的是還好 沒有砸到路過的人車 事發在盧州長安街一處巷道 四號中午接近十二點 住戶請來吊車 公寓六樓有住家的老舊洗衣機 要調離 卻疑似作業過程中 還未綁牢審索 洗衣機就滑動 從六樓摔到一樓地面 警方前往查看時無人受傷 針對該吊車未申請路權 佔用該道路工作一室 警方將通知行為人到案 處行為人或其雇主 新台幣一千兩百元以上 兩千四百元以下罰款 由於大型吊車未按照規定 申請路權 警方將對車主開罰一千二到兩千四百元 也幸好天降洗衣機 只有嚇到人 沒有傷到人 否則洗衣機摔得這麼大力 要是有人車經過 恐怕後果難以想像 TBA新聞 五季宣布新宴 新北市報導 好 剛剛台股一開盤 結果台股重挫200點 目前台積電全支股 已經跌了11塊 穆在這個航海類股方面 持續重挫 待會會有最詳細的報導 我們再關注到 台中雾峰發生了死亡車禍 這是一輛堆高機闖禍 害死人 機車騎士騎過路口處發生了嚴重碰撞 後方好幾輛機車艦撞都紛紛停下來 對象的騎士也被這景象嚇到回頭看 而罪魁禍首就是這一輛堆高機 在台中霧峰中正路 二號晚間驚喘死亡車禍 就連續的蹦蹦蹦 那客人當時慢慢走 我們才出來看 為什麼那麼多人 哇情形不得了了 狀況的情況已經沒有很好 附近民眾趕緊出來查看 後方放三角錐警示 避免發生二次車禍 當天晚上7點半左右 這邊的天色已經暗了 但是卻有大型的車輛 在這一條路上面搬運大型機械 而且並沒有設置警示燈號 晚間7點28分左右 投板車載運大型機械 跟另外一輛堆高機 占用了兩線車道 堆高機趁還沒有綠燈 要開到路旁準備卸貨 但是牙叉高舉都沒有放下來 導致執行的雙載騎士 撞上之後噴飛到路旁 騎士年僅20歲 在這當兵放假的19歲友人 兩人相約要去附近光野市 途中卻發生意外 騎士的頭部重創 兩人傷勢都相當嚴重 騎士跟乘客送日之後仍傷重不治 因為亂開堆高機 害死兩條人命 拖板車跟堆高機駕駛 都沒有申請路權 兩人被列為嫌疑人 都依過世致死罪移送偵辦 即便新聞 來看張華這名男子他違法酒駕闖紅燈 結果闖下大禍 被他撞傷了兩個人 有一個人傷勢非常嚴重 這名騎士頭顱骨折 不過這名酒駕男子躲回家呼呼大水 下行車從大門開了進去 停車熄火之後走下來一名男子 但明明是回到自己租屋處 他的表情卻有些慌張 原來他的酒駕闖紅燈 撞到人卻照逃 張華縣射投降中山路 一號晚上發生一起車禍 被撞的機車一度起火燃燒 兩名受傷的騎士當中 20歲臨性男子 還被壓在車底下 拖行20公尺 頭顱腳步骨折 傷勢嚴重 房東一臉震驚 只聽到房客跟女優吵架 沒想到還喝酒開車撞人 警方循現來到陳信協犯租屋處 一進門卻發現他 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他在裡面睡覺 真是假睡 假睡 講個話迷迷糊糊 酒駕把人撞到重傷 卻是這種態度 原警也看不下去 回家睡不到三個小時 警方就找上門 被逮後嫌犯坦承 自己當時知道有撞到人 但因為喝酒才畏罪潛逃 只是現在說這些早就已經來不及 更讓傷者家屬痛罵 不可原諒 TVB的新聞 羅紅腔陳志忠 張一科 帳化報導 有人喝醉酒還襲警 結果代價是要被罰9萬塊 新北市這名男子 他是被計程車問獎送到派出所 有兩個地方他交代不清楚 到底要去哪裡 而且錢可不可以拿得出來 涉嫌搭霸王車 計程車停在派出所門口 黑衣男靠在門邊 就是不肯離開 遠景耐心勸 他還不領情 你家裡的人可以幫你 可以幫你載嗎 我 不怕 什麼 手手一推打上遠景的臉 顏面挫傷 這下恐怕不是說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就沒事 黑衣男觸犯了妨害公務 當場被上考逮捕 這就是保護管處 9歲喔 男子9歲搭建車不肯付錢 運長沒辦法把他送來派出所 結果他看到遠景出現亂賣通 還動手攻擊 最后被壓制送到裡面 鬧事的51歲良性乘客 當天晚上跑到台北市中山區 喝得醉醺醺 搭起承受離開 偏偏到了中和 疑似斷片的他 無法說出準確目的地 加上車子已經跳表到了560元 就怕他搭霸王車 駕駛直接把人送進警察局 警方受了解 他身上其實還有3000塊現金 但當下真的忙了 才沒有第一時間拿出來 只是像這樣子喝到不省人士 原本乖乖待在派出所 等酒醒就能離開 但是他亂發脾氣打警察亂罵三字經 就算清醒之後忘得一干二淨 感到懊悔 還是被法官判三個月有期徒刑 一顆罰金大約是9萬元 罰得不輕 畢竟襲警是事實 酒醉苦鬧不是說忘了就能了事 我們進一步去探究 如果說像這樣子 計程車文獎載到了酒醉乘客 不付錢然後又在那邊鬧事 到底該怎麼辦 那麼就是直送派出所了 一個派出所一個月受理十起案件 如果有人喝了酒之後搭車不付錢 甚至還在車上鬧事 就會被送到派出所 來到這專屬座位 由值班員警陪你過夜 像是這位仁兄差點就要入住警局 他走後搭小黃到目的地 卻不肯付車資 還指控被繞路多收錢 氣得問獎直接把人載到派出所 現場鬧不停好不容易 這名男子酒醒了乖乖拿出錢包 不過這一鬧問獎時間被耽誤 遠景還花時間協調 避免爆發衝突 而類似狀況還不少 我們第一個都是先安撫 就是乘客的情緒 那就是也是基於為民服務的精神 我一直看到警察 就比較情緒就比較不會那麼激動 拒付錢的民眾到了派出所 遠景除了得留意他的安全 也會請司機留下資料 好讓乘客清醒後來付車資 接下來也沒得停 還得要聯絡家屬或朋友 因為遠景沒辦法幫忙電車錢 假如出現暴力行為 則是立即保護管束 以束帶或是手銬控制行動 乘客酒醒之後 那再協助他跟司機來做聯繫 讓他們後續來針對民事的糾紛 讓他們自己後續去做協調 大部分派出所 每個月平均接貨3到4件 不過有些派出所 位置就在十字路口或大馬路邊 計程車司機不用Google就能找到 像是頭前派出所 補前派出所非常顯眼 光是一個月就快實踐 巨富車資糾紛大多在深夜或凌晨 遠景人力較少的時段 邊處理公務還要邊照顧 糾醉民眾蠟燭兩頭燒 民眾酒後脫序累得可適 玻璃是大人 TVB4全聯名國映新美食報道 今天10月5號了 因為疫情穩定收控制 所以在飲食方面 還有包括室內的遊戲方面 都有些鬆忙 包括用餐免隔板 你可以去敬酒但是不可以喝 你只可以碰杯子 那麼另外呢在這個豬油店跟麻將館 建議還是要戴上手套 去KTV唱歌你要戴上了口罩 可以喝水喝飲料 有一個法式電巴的地震 原來只碰上地震 副指揮官隨即插播最新消息 接著話風一轉回歸正題 宣布新政策 因為又有鬆綁規範 指揮中心規定麻將場所是可以飲食的 但是並不是能夠邊打邊吃 而是必須要離開麻將桌 並且符合中央的餐飲指引 才能夠飲食 只是同樣都被納入鬆綁的休閒娛樂場所 能不能吃東西卻各不同 遊戲機明明一人一機 和他人距離更遠 指引卻還是寫禁止飲食 而KTV MTV場所能短暫脫口罩 喝水或非酒精飲料 依舊不能吃東西 至於不論吃喝都可以的桌遊 和麻將休閒館還是有限制 遊戲區內禁止吃東西 還是要保持社交距離 除了運動休閒方面開放 宗教信仰也要顧及 10月5號開始 宗教場所不再有室內 80人的限制 而是依照融流的人數來計算 不過針對繞境 徒步進鄉還有遊行 仍然不開放 包含坐禮拜也沒有80人限制 更取消梅花座 至於全程搭車的進鄉團 終於也開放 若要住宿一間最多四人 但同住家人除外 另外新聞播報 主播終於能脫下口罩 反觀政論節目指揮中心認為 來賓和主持人節目討論 難維持距離 站不開放 各面向紛紛訂出新指引 不過民眾和業者似乎有點混亂 地方政府也要時間準備落實成效 恐怕要再觀察一段時間 TB的新聞 連至周旋SG小組 台北報導 也是因為疫情受到控制 所以今天開始 在餐飲業的內用 可以不用隔板 也不用限1.5公尺 我們連線鏡頭 就帶你來高雄的早餐店 來觀察一下 包括店家的態度 還有客人的心態 交給記者 季元 季元早 好了 主播 我們現在就在高雄市區的早餐店 那麼其實可以看到一早 早餐店的排隊人潮 是已經排到了馬路上來 那麼這一些 這個民眾他們其實 都是來外帶早餐回家的 因為其實目前這間早餐店 它還是沒有開放內用 即便現在是已經餐飲業 開放內用之外 今天是第一天不用隔板 不用保持社交距離 但是這個業者 還是認為說不太放心 我們來聽一下業者的訪問 現在畢竟還是二級 可是今天是第一天 我們後面 還是會慢慢的去規劃 把開放的時間再確定 因為我們還是 認為疫情的部分 還是小心 謹慎一點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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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像是現在 今天是10月5號 是第一天 到這個10月18號 目前仍然是維持 二級警戒的狀態 那麼其實像餐飲業 內用不需要隔板 也不限1.5公尺的距離了 這個是放寬的政策 那麼再來 像是宴席的部分 離桌敬酒跟敬茶是OK的 不過這個離桌之後 還是要戴著口罩 敬完酒才可以 就是把口罩拿下來喝飲料 那麼在桌菜以及自助餐 這個buffet的這個部分 其實是過去在疫情期間 是要店員幫忙夾菜 但是現在從今天開始 是可以自行取菜了 而超商的部分 其實在這一段疫情的期間 因為為了衛生的問題 所以茶葉蛋跟關東煮 以及相關的熟食 都是店員在協助幫忙夾取 但是從今天開始 其實也都可以自取了 那麼對於消費者來說 其實這樣是比較方便的 不過對於業者來說 其實還是會認為說 是不是有一點不放心呢 因為這個疫情 未來會不會隨時 還會有捲土重來的可能 有可能這個 還在要觀察當中 美上是為您掌握到 來自高雄的 詳細行星主播 好 所以疫情的二級警戒 是從今天開始 維持到10月18號 這是一個比較短時間的規定 那麼大家也去看 說戴口罩怎麼敬酒呢 指揮中心告訴大家一個大的方向 說你可以碰杯敬意 但是不能夠真正張嘴喝 過去吃桌菜 圓桌上都會架設 像這樣子的隔板來防疫 不過現在指揮中心說 隔板可以免了 而且桌跟桌之間不用1.5公尺距離 好消息5號開始餐飲場所 防疫在鬆綁 取消梅花座隔板也沒強制 但還是得遵守餐飲業防治管制措施 包含從業人員每日涼溫 戴口罩 勤洗手 顧客也還是得實練制 做好衛生 防疫管制 這樣講話是會需要比較大聲 我覺得可以 因為都是家人平常都在一起 應該可以不用隔板 我們疫情控制得很好嗎 有戴手套就不錯了 不少民眾覺得沒了隔板說話更方便 但得記得只要離開座位 口罩就得戴上 而這一次同樣放寬 竹桌敬酒 但戴口罩怎麼做 接下來雖然可以開放竹桌敬酒 但民眾要注意了 只能開放像這樣子碰杯 但不能喝 婚宴喜慶少不了的敬酒漸漸開放了 但想直接嘗一口還是先緩緩 另外民眾喜愛的自助餐也鬆綁 過去一次自助餐不少業者都規定 要有專人夾取或是戴像這樣子的手套 不過現在防疫鬆綁之後呢 民眾可以自己夾 重新體驗自助罷樂趣 當然拿掉隔板 或者是可以有比較寬鬆 彈性的一個這個用餐措施的話 可以對我們的業績至少有一成五以上的成長 業者看好業績提升 另外超商茶葉蛋和關東煮先前規定 要店員幫忙夾 現在也取消不限工作人員服務販售 各大餐飲場所都鬆綁 甚至不用隔板 但娛樂場所禁止飲食 也讓業者抱怨不公平 中央放寬餐飲規定 北市則說這周解封會議上會在討論 新北市則是遵照中央指引 疫情漸入穩定期 生活逐步回到過去 民眾開心 但千萬別傾心 特別新聞雅持播張惠賢 台報道 您的疑問我們來解答 就是針對第十輪的疫苗預約 昨天上午十點開放 但是在台北市這邊 好多人會覺得說 奇怪怎麼一下子就額滿了 到底發生什麼事 除了這個網站當機掛不進去之外呢 其實原來台北市的AZ疫苗 有12萬個名額 但是因為接種量能不足 所以只開放七萬兩千名 所以你就知道了有這個名額的落差 導致下午1點鐘就額滿 不少的台北市民甚至被迫說 不然我想看看去新北市 或是基隆市接種好吧 現在台北市的副市長蔡秉坤致歉了 他說會儘速的向中央協調 協議加開AZ疫苗的預約天數 直剛收到的最新狀況 那麼在畫面上你看到的是今天 總統府前是雙十國慶大典前 最後一次的空中全兵力預演 包括了有巨幅國旗 還有雷虎小組噴彩煙 最新的預演狀況 再給外場記者劉婷婷 婷婷早 哈囉 各位觀眾 距離國慶只剩下五天的時間 因此在今天早上呢 國軍也在總府前進行 最後一次早上的全兵力空中預演 而在早上七點四十五分的時候 AT3雷虎小組也在府前衝場 先來看一下當時的精彩畫面 我們可以看到 AT3雷虎小組呢 是噴著國旗色的彩煙在府前低空衝場 而現場呢有不少民眾圍觀 也是引發一陣驚呼 因為場面真的實在太精彩太好看了 而另外呢 在早上七點半的時候 我們國軍陸軍的航特部 他們各型的直升機 包括了阿帕奇眼鏡蛇 以及UH60黑硬直升機 還有海軍的S軌動C反潛直升機 也是各三架的慢速機隊呢 也是從府前來衝場 另外呢 還包括了我們的B100行政專機 以及C13動的運輸機 同樣的也在總府前衝場 那其實這一系列的空中兵力點 都是為了10月10號 雙十國際配合地面部隊 來做相關的操演 另外呢 還包括我們的IDF 經過號戰機 以及F16V 還有我們的幻象2000戰機 同樣的也是低空飛過 而過去呢 其實都是由西王東的方向 但是今天早上呢 同樣因為配合空中分裂式 所以都是由北往南低空衝場 也是讓民眾看得津津有味 不過可以看到呢 其實在昨天 共機來擾台就來到了56架次 也等於說呢 過去4天啊 總共有145架的軍機 的共機來擾台 而國軍呢 在昨天也是貼出了貼文表示說呢 今天的預言 還是會照常來進行的 捍衛國土相關的行動呢 肯定是會寸土不讓的 不過在今天早上7點06分的時候 我們國旗的梯隊 也是同樣的在府前前面飛躍 不過卻發生一個狀況 因為理論上應該是 C-HERYS 4拐會有兩架次 分別各吊掛一副巨型的國旗 再由 阿帕奇還有超級眼鏡蛇在旁邊來 在東府前只有一架運輸直升機通過 那當然這相關的安全措施 應處作為是相當恰當的 因為還是要以飛機還有直升機的安全為上 那接下來就是國慶了 因此各單位也也是加緊在做準備工作 TVBS會為您隨時掌握任何的嘴音情況 中華美國空軍保衛台灣 那麼帶您看到就是在這個兵力的展演 另外一方面應對的就是大陸的威脅 因為在大陸 大陸的官方昨天派出了多打56架次的軍機 侵擾我國的防空識別區 創下了單日新高 美國有發表態度 支持美國國務院的發言人表示 強力敦促北京停止施壓 脅迫台灣交給記者吳宇雅 吳雅 好主播雙十國慶即將到來 大陸這四天就派出了100多架軍機擾台 每天數量頻頻增加 從1號開始的38架到昨天派出了56架 是國防部從上個月17號 揭露共機動態以來 數量最多的一次創單日新高 包含38架殲16 12架轟6 分別兩架次的蘇凱 運8反潛機及空警500 侵擾我西南空域 而國防部燒的也透過臉書說 面對共機頻繁擾台 會不分昼夜束手 請國人放心 另外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表示 美國強烈敦促北京 不要在軍事外交還有經濟上 脅迫台灣明顯加重了措辭 並強調美方對台灣的承諾堅若磐石 為維護台海和地區和平穩定做出貢獻 相當關切大陸在台灣周邊的任何軍事活動 以上歡迎掌握詳細心 所以跨境的10月份也帶你來盤點 原來大陸在4天之內派出了149架次的軍機 侵擾我國空域 那麼現在美國政府重申 美國將協助台灣維持自我防衛能力 解放軍軍機常態性侵入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ADIZ 10月1號開始更是幾乎天天刷新新高紀錄 解放軍軍機入侵台灣ADIZ 10月1號38架次 10月2號39架次 10月3號白天16架次 在10月3號晚上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主動發聲明表達嚴正關切 但美國的表態並沒有改變北京的做法 10月4號再創下56架次解放軍軍機 入侵台灣ADIZ的新紀錄 我們不會在目標的目標 我們只會再重複說 臺灣的信仰是極硬的 過年來 它確實影響了 維持平衡和平衡和平衡的穩定性 在各地的地方 我們也在私訪 在透明媒體訊息通過紳士網絡網絡 9月28號和29號 美國負責中國事務的副助理國防部長蔡斯 和解放軍國際軍事合作辦公室副主任黃雪平 才共同主持美中國防政策協調會談 美國國防部提供的資料沒有提到雙方是否提及台灣議題 白宮發言人薩奇表示 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官員的高層 在公開和私下都向北京清楚表達 對大陸對台灣的脅迫 美國深感關切 TVBS新聞黃松普尼嘉輝 美國華府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 請進路 提推薦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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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